然后做完这以后呢 我们来看 我们来修改 webpack.config.js 首先在root子里面 要加入新的loader 这个是需要新加的 那么我们去加一下 在哪加呢 在这加 对 这开始只有一个loader 看见了吗 这里只有一个loader 那我们现在要干嘛 要加第二个loader 那我们第二个loader怎么加 我们第二个loader的话 基本上来说就是 首先那么这就是俩loader了 俩loader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数组 对吗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把它现在拿下来 然后把它整个往里缩进一下 然后把这个拿下来 先把它放进去 我一边携带码的时候 先把这个弄弄弄起 因为你最后你写了费劲巴拉的到后边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这边的格式 你现在这个格式很清楚 然后加一个逗号 再来一个 对吗 然后在这里面加一个loader 加eslint loader OK 将这个东西以后呢 那么我们来run一下 我们看看到底 它能够我们减出什么错来啊 好 爆了满屏红啊 见到满屏红的时候 别担心啊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什么错啊 首先这有一个叫 error in webpack buildin global.js 等会儿有一个地方 我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没保存 刚才我在底下试了一下 因为在不同的机器上 有的时候要试一下 OK我们重新来一遍 因为少了一个错误 这是我预设的 少了一个错误 OK 我们来看啊 爆了俩错啊 这个错误出来 一个是说src.index.js 说这个错了 错误什么呢 error react is defined but never use 他就说 哎兄弟啊 你 定义了一个react 那你没使 然后还告诉你第四行 app 说你也定义了一个东西 你没使 就是第一行和第四行 在这 第一行和第四行 这事呢 天地良心 因为这个其实是 这个eslint自己比较愚蠢 你知道吗 你不信 你把我把这俩东西给你 给给给 把他给你去掉 你看看他跑得起来 跑不起来 当然他这个地方就不报错了 好吧 但是他第二个地方还会报错 你看上面这个 这个错没报了吧 当然他在底下报这个错 这个错是怎么引起的 然后你看下这个代码的位置 然后你就 你一脸无辜 你知道吗 这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这是 node modules webpack buildin global.js 然后说这个东西 里边有错 然后这个错 不拉不拉 写了一堆 有一个问题 这东西是我写的吗 这东西不是 npm 安装的时候 安装webpack 的时候装上去的吗 那装上去以后 凭什么这给我报错 好 第一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要知道 大部分你见到的写的库 也没有通过eslint 这个话我再说一遍 就是你 你觉得eslint是一个标准 你觉得所有的代码写完了 都应该符合eslint 但是我负责任的告诉你 很多你现在正在安装的库 人家正在用的东西 压根不屌eslint这个东西 所以它在不符合eslint的语法的情况下 然后就release出来 你也照用 好吗 是不是听起来很崩溃 是吧 但即使是这样 我告诉你eslint 还是比stylelint 要有一些用处 那么在这的话 那么你别跟他摆出这事 第一个 你装别人的库 然后你拿eslint去扫别人 这事它没意思 你知道吧 你没用 你干这事干嘛呢 这此期一 此期二 你就算真的有心给他改 这东西忙忙多 里的一片东西 你真的给他改 你改完了 我告诉你 下回人家升级了 人家比如9.0.1变成9.0.2了 你要不要升级 升级完了以后 你吃还要把这个东西再改一遍吗 所以我们就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别人的库 不好用 我们就换一个 但是我们不要用eslint去检查它 所以如果我们不要用eslint去检查它 那么我们怎么做 我们在上边加一个东西 加一个exlint的配置 这个exlint的配置在哪呢 在这 我们加一下 exclude 熟悉英语的人应该知道include include是 c原来include是把什么什么包含在内 对吧 那么exclude是把什么什么排除在外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用一个正则表达式 de modules 好 我们把它拿掉 好 现在世界清爽了 好 报错都没了 我们来刷一网页 我告诉你 你要能刷出来 那就见鬼了 看到吗 报了吗 reacts is not defined 你说这个见鬼了 因为其实来讲 他做静态分析的时候 我这么说 他做静态的分析的时候 他确实觉得你这东西没用 但问题是你后面能引出来其他东西的 这个地方就有用了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办 就是说 要么他就给你报错 你打开他就给你报错 然后你关上吧 你又没法用 那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儿做这么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呢 就是告诉我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ES令的 说这东西我们要 你就闭嘴吧 别再说了 这东西我知道 但是你看不懂 怎么办 你怎么跟 我现在拿嘴跟你说 是这样的 那你怎么告诉ES令的这件事情 打ES令他 disable 然后是no unusedvrs型号 加这么一行 加这么一行以后呢 这再加一行 叫enable 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他这个 他这个ES令到这一行的时候就关了 这个就不给你检查了 然后到这儿是再把它打开 能理解吧 就是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 这个那个那个小区有一摄像头 是吧 摄像头平时也录像 然后你有一天 你说哎 我有点事 我想背着人 那么你说我 我 你说你从摄像头底下走过 好吧 那么我看见了 我不管你 这不OK 那现在 我有一办法 就是说我在做这事情以前呢 我先把这摄像头关了 我从这通过 通过完了以后的 我再把它打开 那么从摄像头 那个角度上看来的 没问题 我坚持着我的原则 这东西依然是说 所有到我这了 只要是摄像头 摄出来的东西 我都得管 但是呢 这没摄像的东西 我就不管了 那我通过来控制 这个摄像头的开关 来说哪些东西你要管 哪些东西你不管 那么现在这个东西 就相当于 这个这个这个 ESLintons的开关 在这开 在这关 好吧 那么我们把它弄好 然后我们再 来 走 好 好 这个这个出了 刚才出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东西 有没有啊 这个世界又又又又 恢复了往日的和平啊 是吧 这个东西又出了 OK